未免奧運羽球男子雙打金牌 林洋沛手前手高舉歡呼 頒獎典禮上聽到國旗歌 王麒麟還聽到忍不住掉淚 畢竟這是他在台灣的爸爸 最期盼的 場內球迷高舉中華奧會會期 林洋沛奪冠 應援民眾也很high 在頒獎典禮上 大家感動大唱國旗歌 有球迷形容場面相當震撼 而網友則說 聽到淚水都快hold不住了 沒想到這麼多人會唱國旗歌 我在電視機前還有跟著唱 而被擊敗的中國隊梁王沛 在一旁則是被形容 聽了一臉很尷尬 只不過巴黎奧運 是李洋直押的最後一舞 在頒獎後 他與二三名合影自拍 不忘提醒掌勁的馬來西亞隊 要排好 這是我最後一次可以排了 場外球迷為了應援林洋沛有球迷發揮創意 花招百出 有人手工寫上台灣的注音符號 以及還有英文諧音來為林洋沛加油助陣 似乎是上次四強賽有台灣海報被撕毀 法國羽球館安檢寄出標準最高規格 這些物品統統都被禁止帶入會場 還有人被燒身 我拿了一張有進去場地 然後結果後來拿進去之後 他們就沒收嘛 就是態度沒有到非常好 然後後來我就問說為什麼 他就說 他也沒有回答 他就把我去推給另外一位女性的保全 球迷全力應援特殊加油小物 也成了這場冠軍賽意外焦點 TVBS新聞 華正森 李宗澤 台北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堂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 AWING AWING